要过年了 Nick教大家一道硬菜 杭胶牛柳 做这个可以用牛煎肉或者牛里肌 但是呢我还是推荐大家使用牛排肉 品牌厂商的牛排肉确实稍微贵一点 但是品质确实比菜场的牛肉要好 我今天用了肉介的腐肉腥 特别嫩 牛肉改刀成条放入空碗 加一些姜片和料酒 这是忠实风味的元素 来一些蚝油 再来一勺排骨酱 饭店比较喜欢用排骨酱 再加一点老抽 软匀 软匀以后加水 不停地软塌 把水软进牛肉 再加一点生粉 再来一点蛋清 来一点油 接着软塌 让牛肉充分把液体都吸收进去 上面再盖上油 有条件的腌制四小时 杭胶你可以切大一点 我不爱吃 所以切的比较小 起锅多烧油 油非常热以后下入牛肉 让牛肉在油锅里稍微油一下油 不用过分地翻炒 滑至八成熟就可以了 牛肉锅里捞出 剩下锅里的东西就不要了 这是损耗 锅子洗干净 少许油 蒜片和杭胶 稍微翻炒 炒熟炒软 下入牛肉 用最大的火力进行快炒 高端的不锈钢锅 像我300块钱的发型一样 无比闪耀 最后如果觉得颜色不够深 加一点老抽 我拍出颠锅 是因为我怕你以为我不会 装盘搞定 真的是非常简单 完全没有任何难度 所以过年依然是多在家做 少吃外卖 我们做中餐 更需要用到高品质的食材